好凶喔 所以羈押之後 他就可以把我現在收集到 對於你不利的證據 都攤給你看了對不對 當然沒有錯 所以我說檢察官 他現在做什麼事 兩件事 第一個 他要比對什麼 審慶金1500 到底是 錢 還是時間 那其實今天週刊出來 已經講了嘛 你1500那個時間點 你就在跟大同區的里長見面嘛 我說如果今天我是檢察官 我如果要辦得再更徹底 我連大同區的里長 我都傳換來 請問那一天 你們見面什麼 難道你那一天 大同區的里長 你跟這一宗金華城案 也有關嗎 那里長當然不願意 背這個鍋嘛 我一定會講出 從頭到尾 1500我們做了什麼事 我們談什麼話 與金華城一定無關 那所以1500 他會處理 第一個1500 到底是時間 還是萬這件事 第二個 就是要問證人 那問證人有什麼 柯文哲周遭有什麼證人 你要想喔 賄賂罪是要有兩派人馬 獲在一起 第一個是什麼 行賄者 就是審慶金 對 第二個就是收賄者 就是柯文哲 那柯文哲 如果柯文哲不承認 那就是彭正生嘛 那還要一個中間者 中間者就是易小微 所以我斷定今天下午 或明天早上會再傳易小微啦 你看這個暗途所記嘛 審慶金也傳了 這是行賄者嘛 受賄者就是這個 可能是彭正生 或柯文哲嘛 那下一波就是在問易小微 因為不要忘了 易小微如果收了4500萬 其中1500是不見的喔 對 那跟我今天講了 這個兩個方向很明確嘛 USB審慶金 1500小審 第一件事 1500要先弄清楚 第二個 這個1500與誰有關 行賄者 審慶金 如果你要出來 你看昨天審慶金還被戒體 他坐輪椅 整個腳都煎到那種款 我有問我醫生朋友 他說那個大概判斷有一些慢性病 所以他的七十幾歲在裡面 他應該經不起在裡面的折磨 拜託在外面天氣多熱 我們坐在攝影棚 都覺得很熱 那個燈都很熱的 更何況 你在看著我是沒有冷氣的 所以審慶金一定急著要出來 所以我常常說 我們從一個被告 他的心態來講 你說審慶金他求什麼 他第一個 他求 他希望他的容積率可以增加 所以他有可能會去行賄 他有這個動機 對 然後第三個他不希望被關 那請問這三件事情 做到哪一件事情 第一個 容積率有增加嗎 看起來 蔣市府要重新檢討 再過來 他假設他有行賄的話 今天就要討論這件事 第三個他不希望被關 他也被關的 所以三件事他都沒有得到任何好處 那你覺得審慶金的態度 他會幫柯文哲講話 還是會跟檢察官在一起 照人性來說 這是偷偷一起去死 當然啦 所以我才會說 整個的案圖索記 檢察官辦案 我一直說檢察官這個是 非常有這個經驗的 專門辦黑金 大家知道北檢裡面是有分很多組 有辦婦幼組的 有辦詐欺組 有辦黑金組 這是黑金組 是常年專門在辦黑跟金跟貪污的 所以他們是非常有步驟 所以他們也跟這些人在打心理戰 當然在打心理戰 所以剛剛上公有提到有沒有步驟 當然有步驟啊 我不會第一個傳柯文哲 我一定先傳沈慶金 然後再傳彭正生 而且我會讓柯文哲知道說 我已經問了沈慶金跟彭正生了 對 因為他現在柯文哲羈押境界 他也不知道到底外面發生什麼事 他唯一的管道就只有他律師 但他的律師也不會知道全部 也只知道概略 所以等於說今天檢察官 手上有很多審慶金的供詞 也有很多彭正生的供詞 然後下一波我判斷 應小微一定也會有供詞 這些供詞只要攤出來在柯文哲面前 1500到底是什麼 那如果柯文哲應拗呢 譬如說這邊嘛 司法實務上過去確實也有被告 1500他說什麼CC 1500功課 好 我跟你講這個問我就準了 為什麼 因為我們辦很多CC跟功課 因為你以前都這樣幫忙脫罪 不好說 律師有時候是原告 也是被告的律師 所以被告也可以找我 不是說原告可以找我 我跟你講這問我就知道 CC跟功課這什麼 兩種犯罪 我們常常會這樣做 詐欺犯跟毒品犯 請問我今天要賣1500功課的海洛因 我會寫1500功課 或1500功課海洛因 或我花了1500萬 買了海洛因嗎 絕對不會吧 我一定把它改成1500CC 這一樣嘛 那詐騙的話 詐騙金額 假設今天是1500萬 我會寫1500萬嗎 絕對不會 我一定寫1500CC 1500功課 或者什麼都不寫 就寫1500 這個是實務上非常常見的一個狀況 所以 你要弄這個東西 老實講 也弄不過去 因為檢察官 心知肚明 所以我才會講 還是回到檢察官的步驟 第一個 1500到底是什麼 第二個 證人要怎麼問 假設今天 我們試想一個狀況 假設今天所有人 他都招認了 而且都咬柯文哲 網友就有提問說 那柯文哲會不會有罪 或者會不會被起訴 答案是還是會 所以老實講 你現在柯文哲你講什麼 其實不重要了 只是你現在認罪 可能在偵查結束之前 你還有減刑的空間 我老實講 以現在的態勢來看 大家急著要當污點證人狀況 對柯文哲非常不利 大律師會勸他嗎 污點證人名額有限 但熊大律師 就是說他 我們剛剛你剛有提到 檢方在辦案是有步調的 他昨天先約了 提訓了沈慶金 找上彭政生向柯文哲 那大家就在講說 現在就是要看這個 沈慶金跟彭政生 誰先反咬柯文哲 好那這邊就有網友 真的很有才去找出 這個就是我們所謂的 這個囚徒困境 過去柯文哲自己 曾經在一段影片裡面呢 提到什麼呢 提到囚徒困境 柯文哲還自己解釋說呢 現實生活裡面 如果兩個罪犯被抓到警察局 通常結論就是兩個都認罪 強調除非強大的 報復力或溝通力 人都不會做出 最有力的判斷 他現在自己在講 沈慶金跟彭政生嗎 沒有錯 他的囚徒困境就指說 如果第一個問沈慶金 沈慶金一定會判斷 今天其他人會不會咬我 今天柯文哲會不會認罪 今天彭政生會不會認罪 因為我說過 賄賂罪是兩群人馬 在處理 一個叫行賄這一群 一個叫收賄這一群 行賄就是沈慶金 收賄就是可能收賄 我判決還沒確定 可能收賄就是柯文哲 跟這個彭政生 那他們兩個也在高來高去 高來高去 沈慶金當然會想 為什麼你可以回家我被壓 那是彭政生講 為什麼你可以回去 為什麼你當下被無保釋毀 我被壓 所以主持人提到 彭政生的概念就會覺得 難道柯文哲都通通推給我嗎 這就是囚徒困境 那如果你都推給我 我幹嘛要理你 我幹嘛要幫你扛 所以彭政生一定是矛起來 咬柯文哲 這是可以理解的 那沈慶金我剛剛已經講到 我說他有三個東西在考量 第一個 我的容積率能不能過 第二個 我到底這個錢送進去 有沒有用 假設有送錢 第三個 我能不能不被關 那看起來這三個都發生問題 就是我這六七年來的努力 通通都沒了 都已經變成泡湯了 人才良師 你也可以這樣講 錢也沒了 沒有還多一個健康也沒了 對啊 所以對我來講 如果我什麼都沒有 我的公司容積率也沒有過 假設我有送1500 好像現在也被發現了 然後我也被關在裡面 我健康要出問題 那我倒不如配合認罪 我最後的刑度會減輕 所以這是審刑金的考量點 那柯文哲的律師 也是特徵組的檢察官退下來 他不會不知道 他一定知道 所以大概泰式 所以我剛剛已經把結論講 泰式看起來 大家搶著當污點證人 然後上公獎名額有限 所以預購重訴 好來這個 哈囉大家好 我是安琪 近新聞YouTube最新訪談節目 有話進來講 等你進來講 每週一到週五 中午12點半到1點半 歡迎大家訂閱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